珍妮是一位普通的乡村妇女,生活在东南亚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村里。 她的丈夫保罗在外地打工,家庭的重担大多落在她的肩上。 她有一个五岁的儿子,名叫凯文,是她生命中的全部。 珍妮每天最幸福的时光,就是看着凯文在院子里快乐地奔跑玩耍。 当她玩累了,就回到妈妈的怀里,喊着,妈妈,我饿了。 珍妮立即为儿子准备好吃的,母子俩愉快地享受着温馨的时光。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 那是一个普通的下午,凯文在院子里和邻居的小伙伴们玩耍。 孩子们正玩得兴高采烈,突然,一辆陌生的面包车停在了村口。 一个陌生男人下车,装作修理车子的样子,渐渐靠近了孩子们。 她笑着给孩子们发糖果,趁凯文单独走向面包车时,迅速将凯文抱上了车,飞快地驶离现场。 珍妮在厨房忙碌,突然感到一阵不安。 她急忙跑出去,却发现凯文不见了踪影。 和凯文一起玩耍的孩子告诉珍妮,他们看见凯文上了一辆面包车。 她四处呼喊,都找不到凯文,整个人都几乎崩塌了。 邻居们也加入了寻找的行列。 夜幕降临,仍然没有凯文的消息。 绝望和恐惧吞噬了珍妮,她急忙报警,希望警察能帮她找回儿子。 接下来的日子,珍妮几乎走遍了附近的每一个角落,寻找可能的线索。 她每天守在村口,盯着每一辆经过的车,期待奇迹的发生。 她向媒体求助,希望更多的人能帮忙寻找凯文。 电视台和报纸都报道了这个消息,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。 珍妮还加入了多个寻情群组,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家长,他们都有着相似的不幸经历,大家相互鼓励与交换心得。 每次听到有新线索,她总会在第一时间赶去核实,尽管每次都可能失望而归。 她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线索,无论这意味着要走多远的路,花费所有的积蓄。 她深信,只要她坚持信念,继续寻找,总有一天一定能找到她的儿子。 保罗得知儿子失踪后,立即从外地赶回家。 她深感自责,觉得自己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,忽略了对这个家的关爱和照顾。 她陪着珍妮一起四处寻找凯文,并且承担起了更多的家庭责任。 她不仅要照顾珍妮的情绪,还要处理家里的经济问题。 时间一天天过去,珍妮和保罗依旧没有放弃寻找凯文。 他们拿着凯文的相片在各种寻人网站刊登了寻人启事。 他们的生活被无尽的痛苦和绝望充斥,但他们始终坚信,自己的儿子还活着,一定会找到他。 这段时间,夫妇俩为了彼此的安慰,决定再生一个孩子,没想到第二个孩子还没出生就流产了。 两夫妇一时崩溃了。 但是,为了寻找凯文,他们必须打起精神。 唯有把家支撑起来,他们才有精力去寻找凯文。 夫妻俩相互扶持,决心不让任何困难阻挡他们找回儿子的步伐。 在凯文失踪的第十五年,保罗因为体力和精神的极度消耗,病倒了。 最终,他在医院里离世,带着未完成的心愿离开了这个世界。 珍妮独自一人继续寻子之路,为了赚取路费,他什么活都接, 经常做的是一些男人干的活,比如扛水泥,搬砖头,卖菜。 为了找到凯文以后能够提供他一个富足的生活,珍妮起了创业的念头。 他首先到附近的商场担任售货员,一边工作,一边学习, 后来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商铺,渐渐地经营得有声有色。 凯文很幸运,他的养父母对他非常好,把他当成亲生儿子照顾,还供他上了大学。 尽管如此,凯文内心深处依然有对亲生父母的强烈牵挂。 25岁的凯文已经成家立业,有了自己的孩子。 尽管他的生活看似完美,但他内心深处总有一种莫名的牵挂。 他模糊的记忆中,经常浮现出亲生父母的模样和小时候的住家环境。 此刻,有了自己的孩子,凯文萌生了寻根的念头。 一次,凯文在一个寻亲网站上看到了一则寻亲广告, 发现那位失踪儿童一岁时的照片和自己的儿子一模一样。 他立刻联系了这个寻亲网站,结果很失望。 后来,他又陆续关注了几个寻亲网站,但都没结果。 凯文始终不放弃,继续在各种寻亲网搜索失踪儿童的帖子。 同时,珍妮虽然事业见上轨道,但他仍然不断在寻亲网上刊登寻找凯文的帖子。 有一天,凯文无意间看到了珍妮的寻亲帖子, 看到珍妮和他儿子的相片有些熟悉,他的内心激动了起来。 凯文决定试试看,这位登广告的女士是否是自己的生母。 于是,他主动联系了寻亲网站的工作人员。 凯文和珍妮来来回回地交换了许多次信息,逐渐加深了彼此的了解。 最终,通过DNA检测确认,凯文正是珍妮失踪多年的儿子。 20年的坚守与寻找终于有了回报。 母子俩兴奋得难以言表,迫不及待地期待着早日重逢。 那一天,珍妮站在寻亲中心的门口,手中紧握着凯文儿时的照片,心情既激动又紧张。 当凯文走进房间时,两人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速。 珍妮泪流满面,紧紧抱住了凯文,嚎啕大哭,浑身抽搐,仿佛要把过去的痛苦全部驱散。 凯文也忍不住泪水,哭出声来,他抱紧了母亲,感受到浓浓的亲情温暖。 这一刻,两人的双手始终紧握着,珍妮所有的苦难和等待终于得以解脱。 凯文向珍妮分享了自己这些年的生活经历和养父母的照顾。 他回忆道,由于被人贩子拐走时只有五岁,许多记忆已模糊不清。 只记得人贩子把他带到乡下,交给了他的养父母后就离开了。 养父母家里只有一个大女儿,所以对他很好。 珍妮听后,感激万分,感谢凯文的养父母把他抚养得这么好。 凯文看到母亲为寻找自己而付出的艰辛,心中百感交集。 他邀请母亲与他的妻子和孩子一家团圆,承诺要好好照顾母亲的后半生,报答母亲多年的坚持与爱。 珍妮内心涌入一股暖流,非常感动。 他看了看凯文的妻子和儿子,心想,凯文如今已为人夫,为人妇,以及为人子,因为他还要照顾养父母。 自己才五十出头,经营自己的小商铺能自食其力。 他摇头婉拒了儿子的心意,只要儿子一家人过得幸福,逢年过节,彼此能相互探望,他就心满意足了。 珍妮多年的坚持与信念,终于有了回报。 她呼吁社会更多地关注儿童拐卖问题,给予更多的帮助和支持,希望没有一个家庭在经历这样的痛苦,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怀抱中健康快乐地成长。 这个故事不仅展现了一位母亲的坚强和韧性,也提醒我们关注和保护每一个孩子的安全。 珍妮的经历告诉我们,爱和信念能够战胜一切困难,带来理想和光明。 珍妮的寻子之路,也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的温暖和力量。 在她寻找凯文的过程中,许多好心人都伸出了援手,给予她支持和帮助。 这些善良的人们,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人间大爱。 希望您喜欢这部影片,请别忘记点赞、订阅和分享。 我们下次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